新車市場 應該說汽車市場的缺車潮 不只在新車的市場上面 造成一車難求 甚至於在中古車的市場 也真的這個價格跟著水漲船高 那目前新車 還有中古車的市場的現況如何呢 還有你要搶車之前 先稍微等一等來看看 最新的U2NCAP公布的 新車的撞擊測試的成果 到底是如何 竟然有一台車得到雙五顆星的最高評價 是哪一台車這麼厲害呢 現在的新車都坐得這麼的安全了 可是為什麼兒童的交通意外致死率呢 暴增了兩倍 到底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2021年 其實U2NCAP也公布了最新的撞擊測試 那最新的撞擊測試有哪一些 是得到五顆星的殊榮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最新公布的 U2NCAP的這個撞擊五顆星的車款呢 這幾款車呢 其實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上面這三台 都會引進台灣 哦 嗯嗯 沒錯 那其實呢 大部分其實消費者我們買國產車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一個顧慮 就是想說這些車 因為通常還是有通過ARTC的一些撞擊的 一個檢驗 可是呢 他的 他沒有公布 對他並沒有實際公布說 那麼完整 那麼詳細的這個撞擊測試的數據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說 目前呢 得到這個雙殊榮的這個賓士的EQS 他為什麼是得到雙殊榮啊 因為呢 他主要因為EQS 他其實他是一台電動的旗艦房車 對 是電動車 對 而且他一方面他又是旗艦 就是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就是S-Class的這個電動版本 對 可是雖然是這樣子講 可是他並不是說 就是S-Class直接改成電動車 那麼的單純 他其實是一個 就是專為電動車所開發一個 旗艦型的底來平台 所推出的這個車型 所以說呢 你可以看到說 他同時得到這個豪華車 就是跟純電動車的這個最高的評價 喔 原來如此 所以這個U-RNCAP 他公布的是在這個六個級距當中呢 其實撞擊測試的成績是最好的 對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 他這個成員的防護 上面其實有一些數據 有 他對於說成員 就是駕駛人 對於說乘客還有行人 還有他的這個就是安全輔助的項目 其實都得到相當高的分數 好 再來我們看到這個Skoda的這個N-Yark 它也是一台電動車 那這台電動車呢 其實它就是推出之後呢 也是造成就是 目前Skoda的這個銷售裡面 也是占了一個還滿大的佔比 你說在國外 對 在國外 已經推出了 對 那它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在這個 在這個Large Offroad的這個級距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它在這個駕駛人 然後乘客的保護 還有行人的保護 還有這個駕駛輔助 其實跟剛才我們提到EQS 它的這個分數並不會相差太多 對 獲得滿高的評價 對 好 再來的話 就是這台Skoda的Fabia 那講到這台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有一台Fabia 喔 市長 這台現在還在我手上 OK 對 不過我現在比較少開 對 可是這一台呢 它是這個第四代的大改款車型 而且其實我可以就是偷偷跟大家 透露這台車其實快要在台灣上市 對 已經快要出現了 那這台車呢 雖然我們可以看到它車質相當小 可是呢 它在各方面的這個防護呢 其實也是獲得相當高的分數 好 再來呢 就是這個 Smore MPV 對 就是Yaris Cross 然後還有這個Nissan的Quest Sky 這兩台車 這兩台車呢 其實在歐洲也是算是銷售表現 相當圖素的兩台車型 不過呢 就是 引進台灣的機會其實就相當小 嗯嗯 好 我們剛才看到的這幾款車呢 就是在2021年 最近公佈這個 在各個集聚當中拿下非常好成績的一些車款 但是呢 接下來我們要帶大家來看一下 因為今年呢 最嚴格的咖啡制度要上路了 所以不得不讓各家車廠的這個推動 電能化的腳步要加快了 我們就來看看 今年有哪一些電動車 即將和大家見面呢 我們來整理一下 剛剛關於講了 今年因為要全面的一個友好的一個偵測 所以啊 在這個車廠在設定上面啊 他們要開始導入這電動車來平衡 他們原本喔 這油耗太高這樣子一個狀況 因此電動車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解決 因此在今年的這個車室上面 大家會發現 每家車廠都喊出了 我要引進電動車 而且不是只是光喊口號而已啊 你看能源局最近公佈的數據 哇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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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來 好多電動車 而且是大家都沒有看過的車型 好 我們就先來看看 像哪些車型是今年會進來的 像這裡 BMW前面就有兩部了 BMW i4跟BMW iX i4是去年就已經說 不我要進來了 而且它要引進兩款車型 預售價已經都講了 我是250萬 跟305萬的兩款車型 40跟50 這兩款車型 欸 去年11月的時候 預售講了沒多久 預售已經接就接200張了 到今年1月的時候 那個iX量出來的時候 它的i4已經接到300張了 然後更不要說iX 現在我講的iX這款車型 它既有的40跟5 兩個加起來 已經超過700 600 像700張賣進了 訂單還是持續近 我們想想看 以前有一部叫i3的 都好可憐喔 什麼賣都賣不動 對不對 對 可是它果然過去還有耕耘 因為它有累積一些經驗 因此它在做這個 BMW在做這個電動車 再重新再投入 我覺得它是電動車 是某種逆襲 它反而在接單上面 比起在雙B裡面 它反而是表現最漂亮的 是啊 即便加入奧迪 它也是最漂亮的 而且今年他們的整個排程 都發現說要交車的時程 會往後延 一直在往後延 今年配偶已經賣完了 已經賣完了 對 可是到一個我們看到是 iX的部分是M60 不是我們現在說可以預定到的 40跟50喔 對 40跟50 這60是CS才亮出來的 之前才亮出來的 這一亮 這不是在CS 它之前亮出來的時候 哇 這車子誇張600匹馬力 請問以前我們要買600匹馬力 你在BMW買到多少錢的車子才有 但是這部車子 你現在可能花 不用那麼高的代價 你就享受到更超強的動能 因此這iX M60 大家也在注意 這部車子會在今年下半年 加入國內戰局 事實上以目前iX 40跟50 都已經接單來不及 然後交車也已經是 怎麼說一直在往後延 因為全球都在搭全車 我覺得M60今年下半年要看到 年底要看到 真的要努力一下 但是只要進來的話 勢必會成為 我們像說Tesla Model S 然後Model X 他們的高性能車款 Play的那些車款 一個勁敵 至於韓國車 那當然也是來勢洶洶 韓國車今年一定會看到兩款車型 都是現在跟這KIA 兩大這個主力 一個叫做Hyundai的Ioniq 一個就是KIA的EV6 KIA EV6在先前 就是跨年的時候 他們在那個已經秀出來在101 有展示出來 他們在今年劇造推EV6 好我們現在來看現代的Ioniq 這款車型 這個現代它之前 我們講Ioniq都總是覺得 它大概是油電車 其實Ioniq它是代表一個新能源 它有油電 也有插電式 也有純電動 而它接下來往Ioniq 5 6 它基本上都以 都是純電來走 而Ioniq 5這款車型 你看起來它比較方正 它空間設計非常好 而且它跟KIA EV6 都用的EGMP平台 都有800V的電池系統 而且240V的快充 也就是代表什麼 它就是4分鐘 我就會充滿100公里 是 充滿這個你要跑8成 只要18分鐘 這是光聽這數字 他就覺得非常好 同樣是800V 為什麼那個保時捷 就硬是比它慢了一分鐘 對不對 充滿100公里 我很愛比到這種數據 這個東西 可是有時候這電池的東西 這個在數據上是一回事 可是在使用上面 電池在低量跟高量的時候 有時候在充電 那種數字有時候都很難講 因為他們都在實驗室 通常都是到80%以後 你開始充電的 就變得很慢 它是為了要保護電池 可是現在大家都在拼 這個100公里 大概是幾分鐘可以完成 所以這兩個車廠 他們在這個電池系統 展現出來現代 在電動車上面的電池能力 還有電動車的驅動能力上面 它的確有能力的 甚至這插車款還做了這個 像EVO還做了美國跨州的 跨國的最長里程的行程 從東岸到西岸這種的 就是它硬是比特斯拉 還要充電的速度快了 對 很多 這就代表人家 我們說里程焦慮是從台北 開到台南高雄 他們是美國是要跨州 對 所以電動車對他們來講 這兩款車型 不管不只是在韓國國內大賣 他們事實上 在美國也是一上官網 馬上就會 被秒殺了 就秒殺了 所以看出來 這兩款車型 他們在未來在國內 的確是讓大家會 對這個韓國車 會有另外一種不同的感覺 因為我們先前對的都是 油車對既有的印象 但是紮箱的比速度 而且大家都發現 這個韓國電動車 其實在聲量上面 他們都非常高 在國外聲量 就是因為他們這幾款車型 都很有競爭力 不管外型炫 做進去你也會覺得 全新世代 在娛樂 那種車載資訊系統 他們也有他們的強處 是的 因此這是值得期待的 接下來的這款 賓士的EQS 這車子看起來非常吸引人 因為大家都在想說 有錢人要開大半的 要開大型房車 EQS又是純電的 或者這部車進來是鐵夯的 就是電動車裡面的旗艦 對 電動車旗艦 有點像是油車的S-Class那樣子 但關於你不要以為說 它就因為旗艦 它可能就 這個電動能力就比較長 比較重等等 這個根據能源局油耗 除了那個不是油耗 是它的效能這個里程 它居然可以跑到 八百六十幾公里 它比原本 原廠公布的數字還要漂亮 對 450Plus的車款 但像它車架加上它國內 它有能源電動車的補貼 它車架屆時一定會比 賓士的S-Class 來得有競爭力 搞不好會便宜許多 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這部車會熱賣 而且它裡面的氛圍 設計氛圍 就不是你現在看到什麼 EQC EQE那種感覺 它完全就是未來車的感覺 它的前面的那個 就是螢幕實在太誇張了 從左連到右 你眼前全部都是螢幕 大大的螢幕 所以這部車會賣得很好 我相信大家已經很多人在問了 是 那至於它這個時間也很快 大家預測就在試 因為它已經都已經做過測試 因此可以預期 而且你看 這個台灣冰市已經開始在 Warm Up這個整個的 一個電動車的一個動作了 了解 這麼快 所以這部車子應該是可以 很快就要跟大家見面 至於Mini Cooper SE 這部車子 車子已經也開始在預售了 這部車子當然 Mini有多可愛 看到電動車那更可愛了 沒有聲音開起來 我要告訴你 這是對女生 這女性的一個殺手 是 雖然它價格一定是偏高 但是怎麼樣 你喜歡Mini 那就要有一部Mini 你有一部Mini 當然有機會要賣相會來 一定要有部電動車 那至於保時捷 Taken這個Sport Tourism Taken實在是太厲害了 它作為這一部 這高階的 這跑車化的一個電動車 它居然在2020年 就拿下歐洲 賣得最好的電動車銷售冠軍 那在去年也賣得下下角 還是比前年又賣得更好 不用說在國內 它是僅次於車商 賣得最好的一款車 是 傳統車廠 出的電動車它是第一 對 它真的是很厲害 這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就因為人家坐這第一部電動車 我好是拿 是SUV來坐 塞個電池 反正車子高高不怕 對不對 性能我也不會怎麼樣 但是保時捷厲害的地方 選擇跑車 我就選擇跑車 你們會擔心怎麼怎麼 太重啊 什麼跑不快啊 什麼性能不能持續 我就拿來坐出來告訴大家 我的保時捷坐出來電動車 就是這麼厲害 因此保時捷 Taken Sport Tourism 它這款車子等於就是 延續Taken 它整一個冠軍的一個銷售表現 接下來的確是讓大家會覺得說 我買Taken 的確有選擇越來越多了 Taken有真的好多 它還有Cross Tourism 近期是媒體都要試駕了 對 現在要來推一個Sport 它這一步步 你會發現保時捷在電動車上面 它的確有它的獨到之處 當然我們最近也聽說 它國外有些動作 它稱之 它說我下一步電動車 移到我自己來北溪工廠 我不要跟你們什麼 漢諾VaG之們坐在一起 我自己 因為它做得很好 賣得很好 它有著GOTS 有著底氣 來做它自己電動車 至於 接下來Supro Soterra 跟Toyota的VC4X 我相信很多人也在期待 而且這次今年我們看到 日系電動車裡面 除了我們Lexus 也有的那個UX300D之外 我們可以期待的兩款電動車 這兩款日系電動車 其實它們雙升車型 風格在細節上面 它做了它一些區隔 但基本上它們只都用了 一千間接的一個平台 然後用了這Supro的 這個電子化的電動化四驅 這兩個車型 我覺得大家假如想要開 我想安穩 我想開比較習慣日系的風格的話 這兩款電動車 我覺得是未來的黑 尤其是我對Toyota期待的是 Toyota向來是後發先制 我平時不做 你看它上次12月的時候 我說不做不做 電動車一袖 一袖刷刷一次六步 對不對 還有做的 完全它完全都鋪陳好了 因此當核泰決定要引進 這ToyotaVC4X 雖然時間是在今年年底 這樣比較晚的時間 但是我相信它一定會做好各種準備 到時一來 我該有的配套等等 都會一步到位 但是它不是已經在測試了 那據說上次我們那個 就是去試駕Lexus的時候 他們總經理也說 透露大概是第二劑左右 第二劑的話那很快 但是現在這疫情的狀況 因為日本他們那邊也出現 那個停工等等的 所以有可能會延遲 這個叫做瞬息萬變 這個大家找最好的時間出手 當然早點進來總是比較好 因為早點進來的話 對我們剛剛講 才能講市場 對而且咖啡也有效 對 然後至於這VOLVO的XC Recharge 我們是不是才 40 對才試駕駛 事實上它今年的配額 也據說也是不夠的 它又希望能夠搶1100輛 結果原廠說我大概最多給你800輛 而且別忘了 這裡是看到XC40 Recharge 它有C40的Recharge 也在今年也會導入進來 因此你可以看到 全部德國 這日本 英國 所有電動車都還在 對 韓國 都還在今年進來 那大維哥我想請問一下 就今年的電動車 你最期待的是哪一台 我最期待的是 其實我好多期待 可是只能選一台的話呢 我選一台的 第一個最想看的 我第一個最想看的 其實我是想看看那個EV6 EV6是蠻特別的一部車子 因為它會遙控跑出來 對 對不對 那你可以看我的影片 我已經試過了 這部車很特別對不對 相當有趣 對 而且它價位會控制在一個 大家可以接收的範圍 它展現出 韓國在這方面電動車 因為電動車不是只賣電動而已 而是它賣智慧的這種功能 這很重要的 我其實比較期待是 Toyota的BZ-4 真的 不要說 那當然是 真的 故事的選擇 想要知道 Toyota坐出來電動車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真的 對不對 對